MING PAO TORONTO 可能很多人都會問 為何做極運動也不瘦 也有些人會透過器械訓練 希望增強肌肉線條 讓看起來更結實、更好看 今集《最強生命線》 會和大家一起 拆解一下常見的健身貿誤 還會教大家正確的運動姿勢 讓大家安全掃身 今年38歲的Donald 20年前為了想撕掉瘦削身贏 就開始玩健身運動 Donald打算做了運動這麼多年 自己對器械訓練都有一定的認識 多年來雖然受過大大小小的傷 但都從來沒有停止過運動 無論是室外還是室內 他都會先做好熱身 希望減低受傷的機會 會想自己身體進步 玩了這麼多年 都會越想越玩得重 但只要有時關節不能承受那麼重 強行做反而去不了 即使時刻警惕著自己 都會有疏忽大意的一刻 半年前的一次高強度深蹲訓練之後 他不小心扭傷左邊的膝關節 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這次教訓令他意識到 不能忽視運動之後的緩和運動 即是所謂的酷膏 大半年前受傷 我做了一些負重訓練 負重訓練完所有我的聰明 可能因為沒有時間 做一些拉筋、掌握 拉筋不夠 然後在平腦當中逛一逛 我想轉身 在這個過程當中 膝蓋感覺扭了一扭 然後那一下也覺得 膝蓋突然很不順 然後想摺著腳 膝蓋已經摺不到 對我受傷最困難的麻煩是 連基本走路都這麼困擾的情況下 不要說坐 可能你說要坐椅子起身的時候 都需要抓著腳 可能也不敢發力 這個困擾也比較大 膝蓋的學名叫做笨骨 正常的情況下 應該是位於大腿的中間 當周邊的軟組織不夠力 就會令它吞來吞去 形成錯位現象 令附近的軟組織發炎 為何會有這個錯位的情況出現呢 就是當它做運動的時候 可能不是太集中或已經累了 再加上可能做完運動之後 做一些很急速的轉彎 或者牽著腳的動作 這些組織就會受傷 經過一輪物理治療之後 Donald的情況已經大有好轉 不過他偶爾都會覺得膝關節移動得不順暢 所以定期都會回去找物理治療師周錦浩 希望可以舒緩痛楚 好 膝蓋的感覺如何 周錦浩覺得Donald的左邊膝蓋仍然有輕微的紅腫 這一天首先會幫他做超聲波治療 超聲波希望幫助軟組織生得快一點 還有消炎 當消炎完了之後 我們就會令波羅蓋的位置合適 譬如我們會用手法 放鬆旁邊的比較緊的組織 第二就是來推翻波羅蓋 這些會不會很不舒服 很軟 對吧 這些位置 我們鬆了這些肌肉之後 我們再推波羅蓋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 由於Donald的部分肌肉很繃緊 所以周錦浩還加入了針刺的方式 去增加血液循環 從而達到舒緩痛症的效果 最後還會加上運動鐵布 去固定膝蓋的位置 減低再移位而引起痛楚的機會 做運動有機會受傷 特別是負重運動 不過怎樣做器械訓練 才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健身教練剛子楊 選了四個最容易做錯 令自己受傷的動作 我們一起來學習吧 這一部機我們叫做Lick Press 就是集中訓練我們下肢 四頭肌、國城肌和團大肌的力量 好,首先要留意這部器械 首先要留意的就是我們腳放的位置 首先腳尖和膝蓋要成一個水平 如果腳放得太低 再踢出去的話會怎樣呢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踢出去 對我們膝蓋的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可以放上去 最少都是水平膝蓋的位置 雙腳擺放的闊度大約有肩膝蓋 過程中盡量避免兩個膝蓋向內拍 踢出去的時候 同時要留意不要有過身的情況 留意膝蓋的位置 最好就是未去到完全硬直的情況 所以如果以角度而言 我們直到180度 而未硬直到 我們就可以說 去到179度的情況下 就可以慢慢收回它了 這個Dumbbell Roll啞鈴蛙船 利用背部的力量 把啞鈴向後提起 把啞鈴向上拉的時候 要留意上臂要緊貼身體 手肘不要飛出來 除了背肌收縮 身體其他地方都要保持不要動 相信很多男士都喜歡做 Chest Press 推胸 可以訓練胸大肌的部位 記住要調校座位高度 手把放在下空的位置就對了 速度方面 推出去可以用大約1至2秒 收穿回來可以用2至4秒 慢慢控制住重量 最常犯的錯誤 就是做的過程是手肘升起了 如果打開了的情況下推出去 對於肩膀的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想對肩膀的保護 大一點 最好把手肘貼近腰的位置 所以大概斜度和我們的腰會是45度 這樣打斜的 就會有一個比較好 亦安全一點的情況下 去做這個動作 至於心盡容易做 亦最容易出錯 要留意蹲下的時候 就臀部向後推 膝頭哥和腳趾在同一直線就對了 當膝頭哥向前傾 就代表用錯了膝頭哥來發力 會加劇關節勞損 至於要蹲得多低 大腿和地面乘水平就可以了 現在討論說到增加肌肉力量 不少人都會想到吃雞蛋 或者煎雞胸 有人還會喝大隻奶粉 幫助增肌 不過如果喝太多 攝取過多蛋白質的話 有機會會加重腎藏負擔 蛋白質雖然可以幫助身體製造肌肉 保持肌肉避免流失 但是如果沒有計清楚攝入量 運動量不足的話,可能會有反效果 我想增肌奶粉本身的乳清蛋白 比較高 但要留意當一些人不做運動 也不去舉重 或沒有很結構性的肌肉訓練時 喝這些脂肪奶粉是沒意思的 是沒用的,其實會繼續肥上去 因為有熱量在裡面 所以其實也要小心 林思維又說 除了吸收多點蛋白質 澱粉質也別不可少,可以保護肌肉 做完一些增肌的運動 或阻力運動時,肌肉會撕裂 當肌肉撕裂時,你想大一點補充 做完運動後,一個小時 我們建議人盡量吃多些高蛋白的食物 同時有些澱粉質 任何蛋白質都有用 無論豬肉、雞肉、牛肉、魚都應該有用 最容易是一杯牛奶 或一份三文治裡面有雞蛋 甚至可能吃一碗牛肉麵 同時也有澱粉質 也有蛋白質 這樣才能修補肌肉的份量 潮流輕躁肌 人人都想把大肚腩轉變成腹肌 把拜拜肉轉化成三頭肌 除了做運動 有人胃球更快達到完美身段 或者迅速地提升表現 去亂食激素 或者打類固醇針等等 在不少大型的國際賽事裡面 有運動員曾經因為服用禁藥 而被罰停賽 更有選手因為長期服藥而死亡 註冊藥劑師表示 服用類固醇 或者是男性開爾蒙 的確有助肌肉在短時間之內漲大 但是長期服用 會對身體其他器官造成負荷 我們用這些類固醇會令到我們的血壓高 容易導致糖尿病 另外在增加肌肉的同時 因為新陳代謝的緣故 我們的腎也需要承受很多蛋白質 所代謝出來的產品 如果我們的腎代謝率不夠快 於是不停積聚 令到腎的功能越來越負荷得重 所以最後可能會導致腎功能衰退的關鍵 所以我們不應該亂用這些 紅性激素或類固醇的藥物 來幫助我們刮傷肌肉 近年網上流傳很多教學短片 聲稱每天幾分鐘做簡單動作 就可以燒脂 甚至練出馬甲線等等 雷洪德認為這類型的短片 以促食做招來 但靠這些動作 根本對減肥或增肌幫助不大 很有趣的 他們說做一分鐘就等於你做了甚麼 做五分鐘就等於甚麼 其實生理學上沒有一個所謂免費的午餐 其實這些都是所謂標題檔的一個宣傳 例如你說10分鐘可以增強腹肌和馬甲線 這個是強化局部的肌肉運動是OK的 但如果你說要令你有秒挑的身材 或是明顯瘦的話 那你單做10分鐘是不夠的 這類型運動其實是屬於 高強度間諧訓練HIIT 動作大多充滿爆發力 運動強度又高 比較適合有運動基礎的人士 怎樣為之高強度呢 一般是在最高心跳率的80%或以上進行的 就可以定義為一個高強度訓練 上一集教過大家計算最高心跳率 是以220減去年齡 假設你是25歲 即是220減去25 等於195 195再乘以80%,即是156 當滲跳率達到每分鐘大約156下以上 就符合要求 過程中會在短時間內做高強度動作 然後短暫休息 以這個模式循環去做 初學者可以先以1比1的比例去做 例如做10秒動作 休息10秒,然後不斷重複 在做運動休息、做運動休息 不斷循環之下 就是因為在過程中這麼高強度的運動 是能夠提升到我們的新陳代謝率 所以我們一做完HIIT之後 大概24至48小時 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率 其實都會提升 於是在這段時間內 我們身體使用脂肪做能量的過程 就會變高了 當你進步了之後 就可能可以上到2比1 或是3比1 做20秒休息10秒 甚至乎做30秒休息10秒 這也是要看那個人本身的體能狀況 來判斷 由於HIIT涉及很多跳躍的動作 如果肌肉力量不夠 很容易會弄傷關節 沒有做開運動的你 剛才會見事先做肌力訓練 去強化核心肌肉 好像是平板支撐 做的時候 背、腰、臀、屯成一直線 眼望地 這樣就為之正確了 想增加難度 可以變成用手掌支撐 並且加入手掌踏膝頭哥的動作 再提高手腳 時間不一定越長越好 大家要量力而為 以前從來沒有運動習慣的Jordan 很喜歡吃東西 體重曾經高達200磅 他在2011年為了健康著想 開始跑步減肥 不過減得太瘦 看起來不太健康 於是他就偽然加入健身行列 大半年前有一晚健身之後 肩頸劇痛令到他坐不安、吃不下 最主要是睡覺那裡 只是睡不到覺 因為一轉身就痛了 是痛醒 譬如你去拿東西 你的頭一定會這樣靈 一靈就痛了 Jordan以為自己只是睡禮頸 沒想過是因為 負寵拉背訓練的時候 弄傷肩頭受傷 除了影響日常生活 每一天開車上班的路 都變成對Jordan的一大挑戰 最困難就是拿著睡覺 這下要靈的就不行 還有當你開車的時候 你要看鏡頭 通常是靈左和靈右 如果我要開車的話 我要這樣 和這樣 一般肌肉受傷分為三級 第一級只是輕微疼痛 休息兩至三個星期就會自行好 第二級會感到明顯的疼痛 尤其是發力的時候會特別痛 也都會出現紅腫、乳腥 休息三至六個星期就可以康復 第三級是肌肉撕裂 聽到撕裂的聲音會非常痛和腫 起碼要休息半年 運動創傷專家容樹恆醫生說 肩膀肌肩受傷 常見於健身外耗者 如果未好了就再做運動 或者會有機會演變成慢性疾病 較常見一點 就會受傷肩膀的肩袖 我們稱為旋轉肌 其實動作是用來提高手臂 甚至做一些旋轉的動作 所以很多時候 特別是做提高舉重的時候 提高這個動作的時候 就容易拉傷了一層肩袖 如果真的不要想拉傷的時候 輕則就是這裡出現了一些炎症 再嚴重一點可能會出現蓋化 也有些再嚴重一點 可能整個撕裂就斷了、縮了 我通常如果在健身房 我就會做推胸、拉背和肩膀 再重新穩穩一點 穿衣服就比較好看 這次受傷 令Jordan要停操半年休息 以前舉開每邊130磅的距 重新訓練的時候要由低舉起 主力操控肌的距 現在每次都會先做足熱身 並且不會再硬拉和推 有時還會找人陪著一起做 減低再受傷的機會 肩膀、手肘、這些位置 基本上是那些膠位 最容易傷在肩膀裡面 因為用錯力縮在肩膀來做的時候 就會弄傷自己 再重新穩的時候 我就不會舉得那麼重 是用最輕的動作 可能還用30磅一邊的啞鈴 或者做70磅的拉背 讓自己慢慢的肌肉 開始要適應 因為你要心臟負荷 去到接近你能力的極限 說的是八成九成 甚至是百分之百 如果是男士 他有家族的遺傳史 譬如家人比較年輕的時候 都有心臟病的個案的話 他也需要做一些身體檢查 保障自己不會因為 參加這些高強度的運動 身體取得太盡 而造成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其實兩樣東西 只不過你一個用少了 流失了 一個用多了 因為你吃多了東西 而令皮下的脂肪積聚厚了 兩樣東西是不會轉化的 如果你做多訓練的話 你的肌肉會結實 而外層的皮下脂肪就會減少 所以相比之下 你會覺得看起來 我的肌肉變硬了 這個感覺 眾以認為 肢體損於外 則氣血相越來 形胃有所不貫 臟腐有之不和 當肢體受傷 人體內部氣血也會受損 引致經絡阻塞 氣血形濟 導致臟腫不和 我們平時的關節是可以隨意地活動的 但當那個活動過了我們平時正常的範圍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損傷 而這個損傷是會導致一個血腫的情況 而中醫所說的 這些離經之血其實是會阻礙了經絡 阻礙了經絡的時候 它不通於是就會痛 一般人受傷都會立即敷冰止痛 但中醫就認為冰敷會令到患處受寒 從而阻礙氣血運行 減慢康復速度 也有很多人弄傷會搓鐵打走 那究竟是否搓得越大力就越好 當然鋰打走的過程是有助快點散乳散 一般人來說它正常反應的 其實如果它受傷是輕一點的 它受到大力一點的 不妨可以稍微用力一點都可以 但是很明顯是急性扭傷 它當時已經很痛的 其實理論上你就算是很輕力 它也應該很痛 所以甚至乎真的就這樣塗 這個酒很輕力地弄勻它就可以了 不小心扭傷都要敷中藥 彭玉康說用藥都有分急性期和後期 急性期著重活血化瘀 消腫止痛 而後期就主要溫經止痛 如果希望盡快舒筋止痛 可以選擇針救治療 一般都是局部去針受傷的位置 如果膝蓋痛的話 其實膝蓋的範圍也很大 比較多人痛的地方 例如可以在這個 崩骨上邊這個位置 叫做鶴頂 然後我們平時這個膝蓋的位置 都是比較多人痛的地方 這些位置都是可以做針救的 就著膝痛 自己循經落 找出鶴頂按壓都會有助止痛 例如在胃經 其實鶴頂就是一個叫良憂的位置 例如如果是膽經的話 它的鶴頂就是在外憂 例如如果剛才我說皮經 它的鶴頂就是在地基 對於有慢性勞損 扭傷、錯傷 甚至是想筋骨強健一點的人 可以參考以下這款湯水 千斤拔和牛大力都是屬於驅風去濕 強筋骨的藥材有助補乾腎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